電動車當然是世界潮流 那麼很多人覺得奇怪 日本不是應該研發 非常快速的地方 為什麼電動車好像就慢半拍 甚至傳出 連馬斯克都非常生氣說 為什麼特斯拉在日本的 市場率這麼低 達不到B&W或是賓士的水準 甚至說日本人就缺乏重要意識 日本人怎麼了 周 怎麼會是缺乏重要意識 真的缺乏重要意識的人是誰 你知道嗎 誰 伊隆馬斯克 就是他 他覺得意識最堅強 沒有 他其實是很沒有常識 而且連知識都不對 為什麼呢 他剛才在那邊講 日本是整個全球的 第三大汽車市場 他沒有想到日本人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日本人之所以會成為 第三大汽車市場 是因為他們自產自銷 各位算一算 Toyota Mitsubishi 然後日產 哪一家不是他們家的 當然是一定是 他們自己先拱自己的 我為什麼要去買你 買你特斯拉 我自己的豐田 而且我們豐田老大哥 豐田張男講了一句話 他說各位 你們要知道這個汽車產業 我們要自己拱自己 所以怎麼會去買它 不可能 而且另外還有一點 非常重要的 你看 當然的確是非常低 因為EV自動車 這個部分的話 你看 中國 美國 歐洲 都那麼高 只有日本 一年才1.3萬台 然後整個一個 他們販賣的台數 也是整個 所有裡面 開發中國家 是等於說 以開發國家裡面 最低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最主要有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 價格 第二個 就是它的續航力 第三個就是電池 也就是所有的 我們在講基礎建設 在價格上面的話 因為 雖然日本對於電動車 有補助 但是日本的汽車產業 它本身 其實還是要保護 它自己汽車產業 所以它補助 並沒有像歐美那麼高 這是價格上面的 一個很大的重點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電池本身 剛剛我們有來賓有提到 日本 你要想 你這電動車 什麼地方 最常用電動車 當然是都會區 都會區 大家去過日本有沒有看到 日本都會區的大樓 大家住在房間 你都會區 你的大樓 你要去 裡面要放電動裝 不好意思 三分之二的住民沒同意 你不能放 然後每個人要想說 你們兩個開電動車 我們這全部的都開油車 為了你們 我們要去裝充電裝 怎麼可能 不答應 不答應 沒有辦法充電 沒有網路 就更慢 就更慢 我乾脆就不要買 我就跟大家買 頂多我買個油電混合車 不就好了嗎 所以這是一個重點 而且重點在於 如果真的要開長遠的話 對他們來講 續航力到目前為止 電池的續航力 還是一個沒辦法 突破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幾個 不安的條件放在上面 日本人當然怎麼算 都不會給我 因為我自己產的 對 我爸就在豐田工廠工作 然後我不幫我爸買的 坐的車子 然後我去買你美國人坐的車 怎麼可能 我當然不買 所以說對他們來講 電動車不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OK 所以現在滿奇怪的 他們可能就是真的不太喜歡 就是加減買一點 所以現在最倉銷的品牌 竟然是不到50萬的 迷你電動車 這兩款聽說是他們最愛 就喜歡小台車 這個當中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我想說大家在台北騎 會不會騎電動摩托車 會騎電動摩托車 其實在日本的鄉間 他們有一種東西叫做輕自動車 你把輕自動車想像成摩托車 你就能夠想通 為什麼會有這個邏輯 你看 數字是這樣子 一般的EV電動車 它賣的量數到目前為止 只賣了22,857萬輛 但是EV的這樣的一個 就是等於輕的EV電動車 它賣的是25,807輛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差距 最主要差距在於 這一些輕的自動車 它就像我們鄉間的阿伯 騎著野狼摩托車去買菜 去田裡面工作是一模一樣 對他們來講 這種輕自動車短距離 然後能夠去減輕 所有的負擔 這是他們最主要會買 輕自動車最主要原因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鄉下 鄉下是不是就沒有跟大家住在一起 我輕自動車開回來 我自己跟我家的店裝起來 就是我充電就好了 我就不用去三分之二的人同意 所以這邊所有的迷你的電動車 為什麼是在鄉下賣得特別好 就是因為第一個它的機能性 第二個它的充電性 這兩個原因加起來 才會造成就是說 他們的迷你電動車賣得很好 可是EOMASC 根本你沒有想到這一點 它完全沒有料到 它沒有料到 所以這是一個地域性的不同 對於電動車跟油車之間不同 會有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最主要的原因 OK 還有另外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豐田集團的會長也說 這跟Tesla也是唱反調 現在他們這個看法不一樣 覺得目前整個電動車市場率 差不多就30% 其他也是包括輕汽車 什麼討論過 這一些輕燃油車來組合 目前看起來 你覺得Tesla跟Toyota之間的戰爭 誰會贏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我必須要講 豐田張南 我把它奉為是我的汽車界的老大哥 為什麼呢 他講了一句話 我想各位絕對沒辦法反駁他說的 他說 為什麼 等於說我們今天為什麼要改電動車 當中有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要保護地球 對不對 這個整個地球 這個地球暖化很危險 他講了一句非常關鍵的詞 他講什麼呢 各位你們要知道 地球暖化真正的問題 不是在內燃機 是在碳排放量 所以豐田他在過去 當他當社長的時候 他一直堅持 我不要花那麼多精神 去開發電車 他們不是沒有開發 他們其實過去在Raffle以前 就已經有開發出Raffle的電動版 但是他們為什麼不持續做下去的原因 是因為他認為電動車 絕對不是解決地球暖化的一個方案 所以他要做的是所謂的燃油車 不是燃油車 他要做的是屬於內燃機的狀況 但是他想說 我今天我如果做內燃機的話 那我不是要從石化燃料過來 我不是又造成了所謂碳排放嗎 他說不對 我跟你们大家一樣 我都站在所謂的反對碳排放量增加的 一個狀況底下 那怎麼做 他在開發的叫做氫燃油車 用氫氣的燃油車 也就是說氫燃油車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他未來他如果要加氫站 他其實只要把加油站 現有的加油站改裝之後 他就可以變成加氫站 這是一個很重要一點 然後第二個 因為現在電動車一直沒辦法克服 就是他的充電的問題 所以對於豐田來講 豐田來說 可是問題是 大家都叫他要做電動車 那好沒辦法 我今天我是社長的時候 我已經講了 我就是不要開發電動車 但是大家都說 電動車有人在開發 對不對 像David哥就說 你這個電動車要做 對不對 要不然你怎麼享受你的人生 對不對 那於是他就講說 好 那沒關係 我退來當會長 我找一個新的來當社長 所以他們為什麼現在開始來做 這個所謂的電動車原因在這裡 但他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另外問題就是說 他們整個豐田體制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過去有一個所謂的豐田的豐田哲學 零庫存 但是最近經常出現這零庫存 有一些生產線出現問題了 所以豐田如果真的要佔贏特斯拉的話 有一個非常關鍵的重點 就是他必須要解決掉 他這17家集團裡面 當中的這個我們在講說 一定要追求快速生產 這樣的一個事情 他如果沒辦法解決 他是沒辦法贏特斯拉 這是豐田他現在面臨的一個難題 OK 所以繼續要觀察下去 豐田現在要怎麼做了 謝謝Joe 好 我們來看看 那麼電動車的供應鏈的選擇上 有沒有跟我們一起來看 今年聲量看起來 當然是被AI給打趴了 選股趨勢當中 這些要怎麼樣找到 真的關鍵的供應鏈 對 因為最近電動車的概念股 比較沒有那麼流行 但是我覺得現在不流行 不代表未來不會 因為它畢竟已經沉積了一段時間 你看電動車裡面 它有流行過 比如說比亞迪概念 比如說特斯拉概念 比如說充電樁的股票 接下來我們的一個選股的話 我先跟各位先解構 先把它打散 然後我們之後再把它重組 第一個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今年的1月份已經過完了 我一直統計到1月26號 這一段時間裡面 其實包含上市OTC 台積電 四星KY 比如說權王 股王 人氣王 他們的一個漲幅 在大概1月份的時候 頂多就差不多18% 如果我們以這個當Benchmark的話 你會發現台灣股票裡面的 漲幅前15名 在1月份的時候 不管是上市跟OTC 其實他們的一個漲幅 非常非常的一個嚇人 最低的叫39.7% 第15名 第一名的叫90.9% 再來是用收盤價 還不是用盤中最高點 結果我去統計 這15檔股票裡面 我們發現有一個特性 第一個 他們去年的第一季 沒有漲到 那這什麼概念呢 這個就是低基期的概念 因為比的是YOY 第二個 他們去年 第四季的漲幅小於50% 所以也就是QOQ的概念 那也就是基於這樣子 前面沒漲到的 所以他們反而在1月份有表現 好 那現在已經1月份漲完了 我們接下來2月份 開紅盤了之後 我們是不是應該再去找一些 相對比較低基期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很好的衍生 那接下來的話 在選股裡面 我們剛剛說過有很多流行的東西以外 那現在先介紹 如果電動車未來還要再起來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叫抽換式的電池 我覺得這一件事情可以討論 比如說像ACM的德國新創品牌 它就已經做出來 但是兩年前就已經有了一個案例 那日本的TOYOTA也是這樣子 跟儀式子 跟HINO也合作 做這個所謂的抽換式的一個電池 那中國的未來當然也做 那這裡面我覺得相對來講的話 在抽換式的電池如果量變大的話 那個台灣在做殼的 有沒有辦法通吃的 有一家叫3162的金雀 金雀的話 它的主要客戶是寧德時代風潮 跟義偉靈人 殼都是它做的 然後爛了一陣子 到去年12月的時候 它開始營收套 跳上去 而且毛利率估計 第四季會回升到16% 接下來它會有幾個專案 而且它還有風力儲能電池盒 所以我覺得再加上 比亞迪這一塊也補上去 重點是它整體來講的話 1月份是沒漲到 去年第四季漲幅效 然後去年第一季也沒有漲 機器低 機器非常低 股價的現行位置在這裡 如果下降趨勢線 用帶量突破的話 大家可以留意 所以AI加上電動車的 AI加上電動車 我還是要跟各位先跳出來 再回過頭 我們一定要用一個 上帝視角在看股票 也就是說最近有一個東西 叫無風不起讓之 股票轉股的題材叫私募 最近有幾檔私募的股票 比如說像之前3月25號去年度的安瑞K1 你看它在這個地方私募完了之後 股價沉積了一陣子 後來漲到最高點的時候是漲1.7倍 主要是誰入主 主要是華漢入主 再來各位去看一下統證 統證是誰入主 主要是宏基去吃它的私募股 在8月4號後來最多漲到35% 然後接下來各位再去看立台 立台後來漲了88% 我舉這樣的一個例子的話 我最近一直都在統計 所有的一些新的一些公司 看有誰在做私募 一般來講的話 你要公告私募 如果你沒有找到買主的話 你不會訂價 你基本上你訂了價的話 一定都是後面有人 那一家公司 如果你不想正做的話 老實講也不需要私募 就放著給它爛就好了對不對 股價就是浮無塵塵 可是你會去想要做私募 不管是公的私的理由的話 其實對股價都有注意 那最近有一家公司 叫6156的一個松上 它在這個地方 1月16號已經私募定價了 大概1600萬股 定價是20.54 那各位不要去想 現在的股價跟私募之間 好像還差很多 私募一定是要放低價 這個地方要用均價的概念 人家才願意大批的去吃貨 那現行的位置也相對低 大家可以留意 然後接下來的話 因為剛剛那個也是電動車 它本身也有做AI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有一個做電動車 又有做AI伺服器的一個 這個設備裡面的 S Power Supply的 這個就是6282的康書 反而在過年之前的話 有開始動到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要提醒大家注意 每一個族群一定要產生 一個聯誼的話 一定要有一支上500塊的股票 你看IC設計裡面 最近不是千元股一堆 當初都是因為他們有人上了500 之後把族群的本益比拉開 可是節能這一塊 充電樁這一塊 一直都沒有上500的 所以他們的本益比一直被壓縮 直到最近發現了 華城已經快要到500 當華城到了500 不管你認不認同華城 整個族群 我覺得相對來講 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大的波瀾 如果以這樣的話 如果是300塊的股票要往500走 100塊的就要往200走 不到50的股票就要往50 甚至往80走 康書6282不到50 然後現在的位置相對低 然後KD這個地方低檔背離 主要第一個充電樁 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AI伺服器裡面 只是比重沒有那麼高 但是這畢竟是一個好方向 大家可以留意 所以覺得今年有機會 OK 謝謝永遠哥給大家做參考了 我們休息一下來看看 要告訴大家 大家私房秘技 到底怎麼樣可以殺很大 買到你的新愛車 馬上回來